大家好,我是羊妈 我在网站和YouTube和你分享妈妈的心得 今天要讲的是大部分的妈妈都会遇到的 小孩近视问题 台湾近视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如果不控制变成高度近视 将来会有失明风险 羊羊天生散光300度 上小学更多的近视 羊妈试过很多方法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心得 之前也要是在讲摩塑型的影片 得到很大的回响 很多家长都私讯问问题 今天特地帮大家整理常见Q&A 根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调查结果显示 幼儿园大班近视盛行率达9% 小一学童攀升到19.8% 到小儿暑假更是倍数成长到38.7% 年纪越小近视 度数增加越快 平均每年会增加75到100度 这个数据很真实 羊羊小二时 班上就有一半同学近视了 台湾近视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高三学生跟将近每10个就有9个近视 只能说失败3C和课业之次 如果未加以控制 容易变成高度近视 而高度近视甚至有10%会导致失明 要如何预防近视或有效控制近视度数呢 这是国民健康署宣导的互演6招 每日户外活动2-3小时以上 未满2岁儿童避免看荧幕 2岁以上每日不要超过1小时 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 看书保持35-45公分距离 读书光线要充足 均衡饮食天天捂书果 每年定期一到两次检查视力 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经常眯眼 看书或看电视 就要及早带他到眼科检查视力 如果确认近视了 就得定期到眼科报到 除了验光测度数以及视力 最好接受眼肘量测 评估生长进度 确认近视控制效果 现在养阳就是每三个月 到眼科报到一次 因为是长期抗战 建议家长找方便 设备齐全 而且医师值得信赖的眼科 为优先考量 若是大医院 有可能等待时间很久 看诊也没办法很仔细 这是我换过五家眼科 和大医院的心得 以下分享养阳试过的方式 眼球训练 因为杨阳天生散光300度 幼儿园时就有些假心近视 所以从中班开始 我就带他到眼球运动训练中心 一周三次 每次一到两小时 做各种看近看远 还有刺激眼球的运动 其实这种物理性治疗 效果就跟去户外 或是打桌球一样 虽然很有效 但是非常花时间 当时杨阳做了两周 眼球运动后 再去眼科复诊 假心近视就不见了 但其实只要停止 一段时间不做眼球运动 又会复原 而且不是每个小孩子 都坐得住 我都想办法让当时 还是幼儿园生的杨阳 边听歌边做眼球运动 但是后来杨阳上小学后 就比较没时间 而且这家眼球运动中心 也没营业了 所以我就让杨阳直接戴眼镜 配镜矫正 近视了如果不配眼镜 或是度数不足 容易加速恶化 因为看不清楚 就会靠得更近去看 杨阳上了小学一年后 近视不断增加 一年就多了200度 换了两副眼镜 后来二年级 我不让他去暗亲班 改去学校课后班 比较多户外运动时间 近视才没增加那么快 散瞳剂 若已经产生近视 有时医生会开立 低浓度的散瞳剂 就是阿脱瓶药水 抑制眼轴增长 并减缓近视的进展 散瞳剂浓度越高 对抗近视的效果越好 但副作用也会随之增加 像是瞳孔放大 胃光 看镜模糊等症状 户外活动时 应使用变色镜片 或太阳眼镜 以及帽子等 减少胃光副作用 眼睛戴眼镜时 也有搭配点散瞳剂 刚开始点低浓度 后来度数还是增加太快 就改点浓度比较高的药水 但是因为胃光情形很严重 他就排斥点药水 羊妈想知道到底有多不舒服 所以也试点看看 结果我走在路上 完全没办法睁开眼 后来才知道 阿托平适用于幼龄青少年近视 成人调节力太弱 不适合使用 夜带型角膜塑形片 角膜塑形片在夜间睡觉时 佩戴约6-10小时 不能超过10小时 以免角膜缺氧 主要是借由角膜本身的弹性 给予适当的挤压 暂时矫正近视 在早上起床后取下 白天不戴眼镜也能看得清楚 初期矫正时 度数变化会比较大 可能在晚上时 度数逐渐回复 治疗一段时间后 早晚的度数变化就会比较稳定 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时间佩戴 近视就会回到治疗前的度数 平日 人需要有一副备用眼镜 如果有结膜眼等特殊情况时 应立即停戴角膜塑形镜片 并马上回诊 经医师确认情况正常后 才可继续佩戴 回诊时 也要戴回镜片 接受品质及清洁程度的检查 因为养养近视增加太快 其实在她小医时 我就带她去评估过 戴角膜塑形片 第一次到大医院 等了四个小时 看诊时只得到一句 年纪还太小 不能戴角膜塑形 养养小二时 再到眼科诊所询问 不过当时的养养很害怕 连试戴都不敢戴 直到她的一位同学 成功戴起角膜塑形片 白天不用再戴眼镜 可以尽情地打篮球 不怕摔坏眼镜 蓝阳才决定再试试看 而且我告诉她 试戴过程 我会拍成影片 她也可以鼓励其他人 后来她的影片 真的让许多小朋友 也决定试试 很多家长 因此都对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一直称副是戴了五副 最后找到最适合的角膜塑形片 因为要向美国订购 10天后才会到哦 10天后我应该就要和眼镜说拜拜了 大家也要好好保护眼镜哦 10天后 痒痒终于拿到角膜塑形片了 一开始是爸爸妈妈帮痒痒带 因为痒痒很害怕 眼睛都不敢张开 刚开始时 每天都像在打仗 要花一个小时以上才戴进去 而且痒痒白天也还不太适应 一直想戴眼镜 直到第七天才终于适应 整天都没戴眼镜了 后来我让痒痒直接去诊所 学习自己戴和取出镜片 就顺利多了 她还自己研究出一套 戴角膜塑形的方法 我只负责每天帮她清洁镜片 清洁镜片是戴角膜塑形 最重要的事 这里简单列出几个 大家常问的 角膜塑形的问题 详细的说明和连结 我会放在yytv.tw的网站上 角膜塑形片价格 价格因素除了镜片厂牌 度数透氧度以外 依各医疗场所的设备 人员等成本的不同 每家眼科的报价可能都不一样 一副镜片的费用大约在新台币25000到36000之间 像我们是高度散光 费用就比较高 而且角膜塑形镜片 每两年要替换一次 过度延期使用除了容易感染 也会降低控制的效果 镜片清洁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包括护理液 疏润润液或人工类液 冲洗液 去蛋白清洁液 还要定期换锡棒 镜片盒 每个月耗材费用 估计在新台币500到1000不等 是品牌而已 几岁才可以开始佩戴角膜塑形片 台湾卫福部公告的角膜塑形片 视应症 是适合9岁到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 矫正视力 9岁以上儿童通常已经能清楚表达症状 并且配合治疗 但有些9岁以下的小朋友 使用了高浓度散酮剂 及眼镜矫正 仍难以控制近视恶化 若眼科医师判断角膜塑形片 能带来更好的控制效果 就可以跟家长进行沟通讨论 这是适应症外使用 并不违法 虽然如此还是有医生认为 小朋友的角膜还在发育阶段 不建议过早使用 最好在9岁之后再佩戴 否则恐怕导致角膜变薄 增加感染风险 什么情况不适合带角膜塑形片 食药署表示以下状况不适合带角膜塑形片 眼部开过刀 严重肝炎症 严重过敏性睫膜炎 急性睫膜炎 角膜未展观问题严重 新天性近视患者 睡眠品质不佳的人 其实痒痒一直有过敏的问题 如果眼睛不舒服时 会请眼科医师再做评估开药 必要时也会先暂停 佩戴角膜塑形片 若平常有过敏的情形 务必在一开始 就预先告知眼科医师 由医师判断是否适合佩戴 角膜塑形片属于高风险的 第三等级医疗器材 对于近视度数在400度以下 散光150度以下的学童青少年来说 使用效果比较好 但是现在有技术 已经可以配合高度散光 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建议还是给专业眼科医师 评估比较准确 另外市面上所贩售的角膜塑形片 都是针对近视 远适和弱势的治疗原理 和近视不同 并不适用 镜片清洁不佳 亦引起角膜细胞受损 感染等情形 损害视力 网络上有非常多 清洁不佳导致感染的案例 每日使用专门药水 确实清洁镜片非常重要 千万别用自来水 直接冲洗或清泡镜片 要注意冲洗液 一周没用完也要更换 因为开封后就会开始滋生细菌 之前也有观众特别留言提醒我们 他把角膜塑形片的时候 太用力 所以角膜受伤 还有一个不知道睡觉的时候 眼镜已经亮出来了 还强制拆除 造成角膜受伤的案例 我会把这些新闻连结 放在yytv.tw网站 目前眼阳带角膜塑形片 搭配点散瞳剂 已经持续一年多了 再加上每天在学校课后班户外运动一到两个小时 现在每三个月回诊量眼轴长度 近视都控制得很好 虽然这个费用真的有点不便宜 但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得 以上是我们的心得给大家参考 但并不是每位孩童 带角膜塑形都有很好的效果 还是要注意保持用眼良好的生活习惯与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成功对抗恶势力 如果想听我分享更多有用的讯息 请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 yytv.tw网站还有更详细的内容 以上媒体也看得到哦 就这样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